也在云端上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那个程式码里面 我是放在我们大型四串表的这一个程式码 你把它展开来 这里面的话一样弹出四串 就会有看到这一个 那就是我刚刚做的公式 所以如果刚刚来不及的话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用公式 我希望用什么 用column 检视与参照 的column column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参照到你现在储存格的栏 是哪一栏 但是它回来给你的不是A 而是E 特别注意 所以你按确定的话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 reference这个地方先空下来 按确定 它会告诉你 你现在在第一栏 所以你向右拉过来的话 应该它会自动帮你倒1到9 为什么呢 因为你拉过来之后呢 你的位置改变到b栏 b栏的话它回来是2 1到9 那假如说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 再利用那个什么 99成法表 那我就可以用一个方法 column先加上去 再串接 所以end end一个什么呢 x 一样啦 跟刚刚是 那个道理是一样 end 那 函数跟 自串 串接的方法 逻辑也是一样 end 然后一个串接 那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row 所以自己打好了 这次打一个row 这个时候的话呢 会取得它的列号 所以你把它打勾的话 它变成1 乘1 对不对 那等于什么 等于结果 那等于也是要串接 end 串接 再一个串接什么 两个相乘的结果 那两个相乘的结果 我就把这一个 前面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来 然后把中间这个地方 这个串接符号 改成成号就可以了 就把它们两个相乘 OK 应该看得懂吗 打勾 这个时候呢 也把它制中一下 那你会发现 神奇的事情出来了 向右拉 向下拉 就是什么要表 怎么样 也出现了 对不对 你用这个方式来做 好像更简单 有没有 那应该可以理解 它的意思吧 那实际上 current跟row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你要参考到 什么位置的时候 如果你前面刚好没有编号 不然你要特别 为了你要去计算 而来个编号 那不是有时候很麻烦 如果你不希望产生编号 而又能够去参考到某一个位置的话 那你可以用current跟row来完成 这个其实还蛮方便的 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用到current跟row 去取得你的相对的位置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公式 但是公式必须要锁定 因为它必须要去抓到固定的位置 那函数的话就比较没有锁定的问题 因为它是抓到什么 你现在位置 你现在位置 所以你如果向右拉过来 它变成第二栏了 OK 列的话也是一样 它会抓到的是 你现在储存格的 在第几列 OK 所以current跟row 把它加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有这样的应用 OK 所以这个两个部分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尤其是针对大型式算表 如果你没有这两个部分的观念的话 会做得非常辛苦 会变成土法练钢 但这个还不够快 还可以更快的 就是成法表的VBA 按个按钮 全部帮你做完了 不过前面你要做一点事情 要把那个VBA程式给写出来 所以这前面我想你们先把这两个 先看一下 画面先欢迎各位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观念 如果说你在处理一些大型的资料的大型式算表 有栏有列的资料的时候 你有具备刚刚讲的这两个观念的话 其实处理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 而且效率上我想应该也会有显著的提高 我发现很多人好像也只是知道有那个栏列的锁 那当然甚至有些同学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锁定 那也有同学问过了 不过当然这个是 现在你就记得把它了解 彻底了解 那这样的话以后呢 不管说你这个资料再大了 那也不见得一定要一定要用到VBA 这个跟VBA完全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却可以很快的也帮你把一个你要的东西给做出来 这个完全没有写到任何一行程式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参考我刚刚讲的那个最后的完成的这个程式 那你就到那个我们云端上面 稍微看一下云端上面也有 那你可以把那个云端上面的部分参考一下 试试看 试试看